当初从超级女生走出来的张亮颖 时隔十年再次战上湖南卫视的舞台 12月29号举办的歌手发布会上 亮颖自爆第一场竞演中演唱 《我用所有报答爱》这首歌 其实有着特别的意义 十年以前我也是从这个舞台 走出来让大家认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点 我需要有一首自己的歌 一个是告诉自己 也告诉台下的观众 这十年来我有做什么 我有唱什么样的音乐 尽管十年磨一剑 但这次他面对的是六位精力丰富 且极具实力的歌手 张亮颖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一次我真的决定要来 我其实很怕 所以我一直都很抗拒 任何带有比较性质的 带有淘汰性质的一些节目 即使抗拒这不还是来了吗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 该拿出当年比赛时的拼劲了吧 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拼命 我这次比较拼 来之前我就想好了 我整个的节目 如果我参加完每一场 我要表现哪一些方面的自己 所以我的歌曲安排是会很早早地做好一个基本的想法 哎哟 海豚女神野心不小啊 歌单都想好了 看来是算准了 这次能走得很远 很远很远 我是歌手的舞台 对我来说 我那位是像是我的4S店 定期到后进来维护一下 然后要做一下升级 咱们舞台都成4S店了 张亮颖老来咱们这升级 估计就是冲着咱们这设备好服务周到 刚刚我跟红姐说 我们团购吧 那个话筒踢起来那么爽 实力超强的唱将 效果逆天的硬件设施 2015年1月2号晚10点 湖南卫视我是歌手 不看你别后悔哦 门火捞新闻 团购话筒 送我一个报道